我们看黄念老的主节 以上表菩萨以善根灵 感得了身身尊贵 我们要知道 身身世世都有佛宝 有大佛宝 一定要修善 一定要断屋 才能做得到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得了这个善福 也是你过去身中修的善根 很快想完 想完之后就没有了 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界 富贵人家 它能想多长 能想几代 就知道了 有很多富贵人家 保不了自己一生 到晚年的时候 经营失败 倒闭 宣告破产 一世都保不住 几个人富贵人家能保两世的 能保三世的 保三世的 好像现在都看不到了 连世都不到头 很多一世都不到头 这是什么原因 只知道享福 不知道造福 廖凡先生是我们的好榜样 他懂得造福 享福又造福 造福比享福多 所以他的福报就越来越大 就会让他越来越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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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